哈喽小伴们你们也好我还是那个帅得很加自己的半仙 今天班上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下冰原村庄的秘密 自从冰与巨魔意外坠落到雪山之巅 村民频繁会受到冰霜的侵袭 而且这个袭击的时间是游戏的时间12点到晚上10点 任意一个时间段 我已经把这个时间给走起来了 咱们就边介绍边等这个冰与巨魔 如果来不及躲避的村民还有生物将会被冻成冰雕 不过咱们可以通过升温的方法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而且最先映入咱们眼帘的就是这个冰原部落图腾了 有它在这些村民才会有生活的动力 如果咱们把它给破坏掉或者被冰冻起来的话 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动力就不动了 要不然咱们试一下哈 不过在试之前咱们有一个趣味的小东西 让大家看一下 他们不是都在这吗 咱们打开箱子 他们都会围过来 如果咱们去拿箱子里面的东西 所有人都会揍我 来来来来这里面 因为我这是创造 他们打不了我 这个直接都哭了 不用哭 不用哭 问题不大 我再给你放回去 然后他们是原始村民 咱们还可以把他们变成和善村民 就是给他吃这个香肩兔肉 诶 取名字了 哦 这个小家伙啊 给你红蹄 都给他取上名字 二少 这个 你怎么跑那么远 搭搭 除此之外 咱们还有 陨魔战利品 咱们把它放上之后 就会获得他们的尊重 然后 他们也会干活更起劲 你看 这脑袋上面 陨魔战利品 这里还有个号角 咱们吹了号角之后 所有可以战斗的 统统都会跑过来 先吹 来来来 例如我打他一下 然后 所有可以战斗的 都会去揍他 嘿 嘿 好像只有这一个可以战斗 这个我不知道他为啥 站在这不动了 铁铁 你咋了 赶快过来 这也太尴尬了 OK 说完这些之后 你们还记得吗 咱们可以把野人变成伙伴 如果把野人伙伴带到这边 他们也会入乡随俗 入乡随俗 变成村民 我就是村长 如果他们饿了 还会自己跑到这个箱子里面去找吃的 前提是箱子里面有吃的 还有就是他们 这不是有砍树的吗 工人 他们如果砍够了 会把榨人的一瓶给放到这里面去 OK 我们再往下面 瞅一瞅 他们这工作的话 分为有 侨夫 有狩猎的 还有建筑的 嗯 这几个我给大家去 瞅一瞅 我看他这个旗帜都在哪 哎 这个旗帜 种没有 它的旗帜范围是32乘以32范围 咱们在这里面找吧 找旗帜 no 有狩猎旗帜 哦 这个会在20乘20的范围内 变成 猎人村民固定工作的地方 这是建筑的 20乘20 守卫的 还有侨夫的 侨夫15乘15 侨夫砍树的 农夫种田类 喂 天黑了 嗯 问题不大 因为咱们正在等剧魔 黑点就黑点嘛 如何成为猎人呢 原始村民自己会选择职业 攻击力啊 取决于手里面这个弓箭 好坏 然后如果咱们是驯服的野人 咱们需要给他一些工具 嗯 狩猎的对象是雪兔啊 牦牛 而且他还会在这边巡奴 如果有危险 他还会直接进攻 那下面让咱们驯服几个野人试一试 在这边 先给烤上火 嘿嘿 丢丢丢丢丢 然后这一圈我撸开 有雪的话咱们是放不上野人的 给他放一圈 我发现现在野人伙伴 他不论什么职业 你只需要给他不同的工具 他就可以了 不像之前 咱们需要驯服野人 需要驯服野人猎手 需要驯服 不过那个小小什么玩意儿 小野人 现在就变得非常省事 哦 而且驯服过后的 这野人伙伴 他们需要装备 要不然就会被冻起来 得到他们冷静之后 然后他们就想吃面条了 不动了吧 不动 来个面条 面条 面条 冷静 冷静 别跑了 多吃点面条 怎么还在跑 而且咱们给他 特别厉害的武器 他还不要 你看像这个 我之前试了一个大宝剑 根本没啥用 哦 这个该吃面条了 这个给他 他就会变成守卫 这个 他就会变成猎手 因为没吃面条 吃上面条 像这个 咱们拿出来 创造锤给他 我看给放在哪里 放在这 哦 因为他还没有吃面条呢 吃了面条之后 他才会要咱们的工具 这样给了他们之后 就可以组建咱们的伙伴大军了 到时候 咱们其实是村长 直接变国王了 是不是 你看把他们给动的 因为他们是新来的 所以咱们得给他准备一点装备 装备往下面拉拉 嗯 1234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 把这边都给他们带好装备 天冷 真的能让人年轻 你看 把他们动的就像swing 都一样 是不是 哎 这是原始催眠 原始催眠 我看他们还有装备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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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如果没有带脑袋的话 咱们还可以再给他带一点 一会儿我来一个号角 哎 为什么 冰原巨魔还没有出现 这真奇怪 莫非咱们时间有问题 我再给调整调整 把这个打开 然后从 晚上 从白天 白天他也会出来 咱们把气候也调整暴风雪 万事俱备 哦 拿出来号角 咱们就让 他们去攻击一下 这个叫做 号角 他们这都被给冻住了 哦 这已经有一个听到号角的了 好家伙 直接给我全军覆没了 OK 盘他 我已经打他了 可是他们动不了 这就贼拉杆贼拉拉尴尬 我卸了你的鞋 这样咱们这个没有被别弄吗 啊 啊 哦 他走了 对 他走了之后 咱们刚好还可以再去 试一下 怎么把他们给解冻出来 是需要一点火源 首先咱们把这个天气给调整调整 晴天吧 时间就这个点 首先咱们准备一点 勾火 你看他现在身上冒着寒气 是动不了的 我把这个给放上之后 我看看有没有用 之前我看 在群里面有其他作者也在反应 就是特别解救不了 还有我这个号角吹了之后 为什么有的人跟着我走 有的人他就不跟呢 哦 这个已经解冻了 我看哪里还有冰冻上的 哦 这个 看一下他的变化 难道这一圈还是太少 哦 噼里啪啦 这样就可以了 哦 这好像除了这些 其他的也没啥可以介绍的了 怎么去驯服野人啊 对 驯服野人相信大家都没忘记吧 就是在这上面去烤些肉 烤了肉之后 他们一吃 睡着之后 先跳舞 然后睡着 用巫术鼓锤打他一下 再给他吃碗面条 他就会成为咱们的伙伴 到时候去给他 这几个工具 第一个是创造锤 创造锤 他要实质的拿出来 然后给他锚 石锚 再拿弓 再拿弓 我之前拿弩士了一下 发现他根本不要 然后还有工具里面 有铲子 狗子 斧子 铲 哪 我直接打 咱 这应该就会出现很多 嗯 没有 找工具 铲子 铲子 狗子 还有斧子 而且这里面的工人 他还可以帮咱们去造家 他如果是一个工人的话 嗯 这个是带来一个工作台的 是哪一个来着 好像是哪一个工具锤 然后他这里 可对建筑使建筑旗帜使用 填满材料后 工人村民会按照图纸建造 这是在打我吗 咱们拿出来这个旗帜试一下 建筑旗帜 给放到这 对着他一使用 对着他一使用 然后怎么再进行下一步呢 我看看 先把这个丢了 怎么去填材料 材料在哪里呀 材料在哪里 点着面反应啊 再看看介绍 可对建筑旗帜使用 填满材料后 工人村民会按照图纸自动建造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 咱们一键放入 好吧 这个材料咱们现在没有 就是放材料之后 工人就会把这个房子给造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好吧 咱们今天就先玩这了 然后下期我就准备继续我的 生存的极致就要开挂 那个生存咯 因为新版本又来了 咱们既然是要把一个生存给玩的极致 那肯定得每个生 每个更新都不能错过 小伙伴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